漫威自从十年前亲自打造出了钢铁侠,把漫画人物搬到了电影屏幕上,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,原本只是博越在漫画书上的超级英雄女,一个个的来到了电影的屏幕上和大家见了面。 但是原本积累了十年的感情的人物,就在一部电影里,说没就没了,外垂垂能忍吧,特别是黑豹,才刚刚出来一两个月,就变成灰了,黑豹,X,我可是出过独立电影的,虽说有一堆的超级英雄都变成了灰,但是毕竟这样消失的英雄,有极大的可能会在复仇者联盟,得下一部电影里面复活的而开场送一却的逻辑。 他的生死问题,他就悬在那里了,踩雷神三的彩蛋里,雷神两兄弟准备带领阿斯加德的人民前往地球奇异博士,我电影开头所有的话都和雷神白说了,结果非常幸运的和灭霸,来了一次偶遇,从复连三我们可以知道,灭霸可能是处女座,什么东西都要刚好一半,然后就加死了鸡妹。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,洛基还有没有机会复活,要知道,洛基的人气那可以说是相当的高的,据说,因为雷神二电影,洛基是死了的,但是后来迫于观众的压力,还是加上了一个洛基代替那道丁的结局,那么洛基到底凉了吗? 从复连四的演员表里,可以看得抖森的样子,可是洛基的生死问题,我已经变成为了这个,2018年的最大谜题之一对于处女座灭霸来说,雷神的飞船必须要死一半,而原本应该死的浩克被传回了地球后,就只有用一个人来代替浩克死了,洛基拿着一把小刀想要刺杀灭霸,其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哥哥活下来,好在让雷神复仇,灭霸在加死了洛基之后说了一句话, 这回是真的死了,那么洛基是真的死了吗?在雷神三开头,奥丁夸了洛基一句,成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,你的魔法困住了我好久,你的母亲应该会被你高兴的,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奥丁,都已经被洛基骗住了好长时间,而灭霸之所以长时间按兵不动,其中的原因之一,就是因为奥丁的存在,那也就是说,灭霸没有手套时,实力是在奥丁之下的, 那么洛基是否会刚好骗过了灭霸呢?就算是灭霸说了一句,这回是真的死了,那我也希望灭霸再做连似的时候再说一句真香吧,但愿灭霸是真的傻傻的没分清幻术和真实, 关注我了解更多漫威DC脑洞文,头条号小皮坦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